自这个月1号 保健促进局已经到25所中学 为超过2700名中医女生免费注射第一剂量的预防子宫颈癌疫苗 当局表示 只有少过3%的家长决定不加入计划 主要是因为他们打算带孩子到私人诊所注射疫苗 来看记者李正义的报道 宋货司机周志和上周收到培华中学的书面通知 向他征求同意 让女儿周佩璇接受预防子宫颈癌的疫苗注射 这个子宫颈癌疫苗是第一次听到 保健促进局他们推出这个疫苗 当然是很有把握的 所以没有什么担忧 在这边是很方便 而且不需要付费 我是通过学校了解这个东西的 它的重要性就是它会预防那些癌症 我会鼓励我姐姐来打这个针 培华中学130多名中医女生当中 超过9成选择加入计划 注射了第一剂量的疫苗 这批学生明年将注射第二剂量 家长大部分都关心注射疫苗的副作用 注射HPV疫苗就像注射其他疫苗一样 包括注射的部位可能会有些疼痛或者是红肿 但这些都是轻微的 它会执行的疏缓 学生如果不能够在学校注射 我们会给学生一个预约 他们会去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HPV疫苗接种 保健促进局计划今年9月以前 为多达18000名中医女生注射预防子宫颈癌的疫苗 中二至中五学生之后也将接受疫苗 详情日后公布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增一报道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增一报道